那下面要带给各位朋友的这盘棋呢 是来自上海境外滩队的特级大师万春林 对阵来自浙江博尔轴城队的年轻的大师程碧俊的一盘棋 那这个两个队呢 也一直是被认为向甲非常有实力 冲击好成绩的这么两支队伍 上海境外滩队呢 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呢 打的呢比较差 这个仅仅是打平了河南队 应该说呢 好像没有进入状态 对 那上海境外滩队也是老盘近旅 拥有呢这个 众多的这个好手 特别是在这个老的特级大师呢 这个王牌特级大师 胡如华胡老师的率领下呢 终于呢又在后半的比赛当中呢 又发挥不错 现在呢 截止至十八轮呢 位居呢 向甲的第四位 应该说后边呢 发挥还比较出色 那这辆队呢 发挥呢 比较正常 年轻小将呢 陈基俊呢 曾经在2007年呢 获得了全国个人赛的第四名 也是比较出乎别人的这个意料 嗯 也应该说这辆队在最近的几轮当中呢 为了培养这些后备力量呢 也经常让这个 给他们上场销炼的机会 还有这个陈卓呀 也都是新兴力量呢 来这个 上场 嗯 那好 我们来看一场 浙江跟上海这两位棋手的交锋 看一下南派风格哈 那这盘棋是以对兵局开局的 对兵呢 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布局 对 就是除了仙人指路 就是以足底炮印在仙人指路之外呢 就这个队挺兵足 也是非常主流的一路下法 我们方走上马以后再补像 补像 这一路变化呢 是在93年个人赛场 这个由杨维青率先的这个创造的 并且也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好 先向编马呢 K方的步调是比较稳健 除此以外 因为马金六比较积极的 直接来威胁你的终兵 那马二进一呢 应该是走得最多的呢 就是来自江苏的特计价师王斌 他对这一路变化呢 研究非常有信德 这也是他比较偏爱的一路下法 接下来洪方走狙击 嗯 现在也是洪方呢 比较流行的这个工法 就是 这一段时间都比较喜欢先下这个狙击进一 因为这个棋呢 就形成了 红方先手这单体码的阵型嘛 对 那么黑方呢 他也形成了这个单体码 中炮的单体码 将来变成五六炮或者五七炮阵型 五七炮 嗯 那黑方这个阵型呢 虽然说攻势不是很强 嗯 但对阵红方呢 也有一定的牵制力 觉得他可能也左右比较平衡 因为你先马二进一呢 对方也可能去就平衡 对 直居也不好处 甚至对方还可以先平炮 嗯 所以你先居进一一秒 反正你二出直居我就跳别码 不出呢 我就先抢了一道 因为这个单体码的阵型呢 往往这个居呢 平到这一侧来呢 对 把这个四个子力来集中起来 对 这是一个常见的这个阵势 嗯 那黑方是先出居 出居跳起来 然后他炮平四 五六炮阵型 下的是这个 红方过居 进居桌 十六进五 不齐 嗯 红方在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先出 黑方居一平二 那么由于黑方有居八进七 这个 先手 反击这个点 八路炮也不宜轻距王冻 你走了之后 他这个一桌 这个三个炮太难过了 红方也没有走居六进四 这个先手 他先手一个 他就让对方呢 对 走到居二进四 红方的一式 格调呢 就是稳扎稳打 对 暂时呢 不急于去进攻 就是调子比较缓 也比较这个 有节奏感 这种旗呢 就是双方呢 阵型的一个较量 对 红方呢 还保持着 微弱的先手 其实大家就是 这个阵地战去调整 旗型的时候 也是很见功夫的 一个状态 这种旗呢 就是没有这个 刺刀剑红的 对 局面了 但是战线呢 往往比较漫长 对 在细微的地方呢 体验出这七手的 这个功力 但是你这个时候 如果自己的 基本功不扎实 把阵型调出弱点了 很可能就是 遭到对手 很严厉的打击 黑方居二进四 红方呢 就是自然的开队 对 黑方觉得 这个居若对调呢 他主要是感觉 这个居对调了 那个居没有太好的位置 况且这个边兵 总是在人家 这边兵 并且这个中兵打呢 对方还有兵三级 对 也有这样的先手 对 他感觉这个地方 局部上有点压力 包括以后 是不是还有送啊 对 所以黑方呢 保留这个居呢 也是为了 掩护自己的右翼 而且以后 司机把边兵挺起来 来活动自己右翼 不是司机 马上他就拱了 嗯 红方居六进三 他这手冲 注意机 嗯 红方呢 也把这个边兵都拱起来 对 这大家阵型都很好 整体上来看呢 应该说还是红方 更厚实一点 嗯 因为毕竟红方呢 方阵型没弱点 对 他视相补起来了 对 视相补起来呢 就是视相都有根 对 他将来呢 在进攻的时候呢 后防线更巩固 对 黑方呢 这个视相没有连接来 黑方感觉上 总是这个地方 嵌点 像没根 嵌一点 对 那么黑方呢 这步骑走 聚八进七 聚八进七 试图来 通过骚扰红方阵型呢 也是个打击 来看红方的应手 红方这会儿走了一巧招 嗯 他来逼对 因为红方感觉呢 这个炮呢 暂时呢 也不好逃 也不太好动 如果你逃 他马七 他可能对 他反而试试就钻着了 这个地方有反击 对 你退一步呢 也没有太多激积意义 你退一步 大不了人家 黑方可能找个机会退一下 好 总之呢 就是红方 感觉这个狙呢 对红方 又一这两个子力呢 压力比较大 对 还是找机会对掉 比较从容的一对狙 因为这个地方 黑方不能吃 吃了 他刚好有个马七星六 就是把这狙困死了 这个狙正好 炫在里边了 对 以便你这样吃了马一狙花二 能采到这个兵的话 能吃到这个兵 开局阶段好像也是亏一些 开局阶段呢 到中局的一般都是多狙方的 不太主张一狙花 比较好下 毕竟呢 居强如虎啊 它的居的威力还大 一般来讲呢 得其他地方或者补偿 一句话 比较好 没补偿 或者换它两个炮 对 换两个炮 一般价值还可以 对 当然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具体的局面呢 还要根据这个此地的配置啊 物质力量的多少啊 来这个决定 是否换双合适 那现在来讲呢 黑芳接受的对局是正确的 也是比较明智的 那黑芳在第18轮的时候呢 金燕呢 对阵这个成绩运的时候呢 金燕也是北京要想起大师 又再次走到这个局面 成绩运还是最后手 下了局五平四 他改进了 那他这盘棋没有下局五平四 就说明他通过这盘棋的实战之后 觉得这个二棋 可能是当前的比较好的下方 在这个地方是显地 对 那本局当中呢 黑芳走了一个炮五平六 他也是急于调整 带着东炮 因为刚才也说到了 说这个底线的像呢 总是隐隐于 这个棋如果将来 黑芳再把像连起来啊 这个棋就没问题了 应该说就是无切可击了 对 那么就是在黑芳这个像没连起来之前呢 红芳要想办法呢 开动脑筋呢 来制造一些攻势 所以这招棋 黑芳也是急于调整振兴 那么红芳这个时候 腾诺出了一个马二配四的好棋 红芳呢 就是曲线进攻 既然前进也没有什么好的前景 索性呢 把马盘回来 来测试一下对方应手 这个 黑芳居五平六呢 也是比较求稳 对 他就是说 我放几个足 但是他黑芳呢 赢得了这个 调整阵型的时间 那么黑芳如果走凶一点呢 也可以考虑呢 浸泡把它顶住 顶住啊 那么红芳如果五三兵 黑芳呢 可以再把巷子连起来 红芳这个马还要这么绕回来 让黑芳再把巷子连起来 这儿呢 黑芳呢 就是保证物质上呢 没有亏损 应该说黑芳也可以接受 对 那么实战 黑芳就把这个七足放弃了 从实战的进程上来看呢 可能黑芳觉得啊 黑芳觉得没什么事 这边的阻力多 对 也许能对红芳这个马炮呢 有一些围困 而且这个马就是说 对 这个马位置容易 很容易遭到打击 但实战当中呢 红芳通过翘手的腾锣呢 还是把这个马呢 安全的运到了好的位置 黑芳找到很好的位置 来腾锣这个马 那黑芳只能不像 不像 这个兵肯定要拱 疏通一下马路 你不拱的话 它可能这个地方一居卡进来 就是这个马 确实很尴尬 黑芳居六斤二的时候呢 我恰好呢 有一个看似很危险 但实际上 就很安全的这个地方 那又绕到了 刚才的那个局面 如果你这样周霜的话 它也是有马三斤一灯 对 你这个居 再吃 又回到刚才我们县居的 那样一个景点 同样要血利居 当然黑芳可以 通过这个送炮呢 大金星支掉 支掉支掉 这边还苗而足 那这样是必要形成 红方多兵的一个局面 将来这个 这个兵也是红方的 还有巨八斤七 这个点 对 这个地方有问题了 已经 这个是明显 红方子的开箱 多兵占有 肯定的 所以这个是黑芳不愿意接受的 所以他也不会走 这个巨六平七来捉双 它这居处显定 那索尽黑芳 绿玉防守的预保居 那看来这个马二退三 确实很巧 那这个棋 整体上来看 尽管黑芳 少一个族 落入了下方 但是由于阵型巩固 也问题不是很大 还可以 对 说白点 就没有太大的危险 对 在这还是比较漫长 因为毕竟 红方这个局 现在没有进入到主战场 它还要腾夺 你现在只多一个兵 你还没有什么真正的攻势 所以说 而且兵 你将来这个兵服伍起来 到底能不能多兵 还是很难讲的事情 应该说还是比较接近盘面 红方七八进三 配方 炮了兵九 配方由于少卒 他就争取通过炮打兵 来追回物质上的损失 兵武器 红方这个局部通头 现在先把拘损 所以他先把自己的兵气掉了 配方要把丢兵打回来 他马一进三是个腰队 如果走马一进二 可能更利于纠缠 当然马一进三 也不能说他就不利于纠缠 马一进三 就是万代大走这个旗 他比较简洁 马一进三简明 马一进二处杂 就是你对 你把他籽对了以后 他三路兵对你老微 他就这么一个想法 也是可取的 三路兵是一个 就是说能看得见的 这么一个威胁 准备将来冲过去 冰三精英冲 可发挥作用 对 如果你换掉就要丢相 反正是比较直观 黑方登马是必须的 你不登下 让人家冲了 登掉 杀掉 然后他吃过来 黑方现在面临一个打中兵的选择 就是红方冰三精英要冲 那时代当中 黑方就犯了一个 应该说比较大的错误 这个时候 黑方两种走法都比实战的走法比较好 反正解冰的先把入冰吃了 也可以考虑先把冰打掉 这儿黑方先在物质上 先有点 天不损 对 你要是送冰 我就避兆 让开也行 或者我就把你飞掉 将来要出将的 有些反击 是的 应该棋局也是比较难说 让开呢 让开吧 他有可能吃炕什么的 还有一路 就是说走 对冰 逐三级 如果你拱 我先去零海显地 你再送我就飞 你先再冲我就也飞 然后你如果打我就冲这个 是吧 总之呢 走这两个变化呢 都要比他实战更好 这两个变化 他走了一个空招 局势更容易把控 下了一个这个 也是年轻棋手呢 经验不足呢 对形式判断出现了失误 有点问题啊 这个失误在哪呢 就是说在很平稳的当中 就由于这么一招棋呢 没有跟上节奏 这个棋局呢 急准之下 好 我们看在平淡当中 我们就看这个万泰大在平淡当中 怎么把握局势的 万泰大应该说 那个出道也比较早 而且呢 这个下棋呢 也是兢兢业业 对 那就很用功 也是很勤奋的一位棋手 最近几年呢 应该说成绩也比较稳定 那上海队呢 应该说这个两次夺得 向甲联赛的冠军呢 他也是功不可没 没错 接下来黑方走 向文银 这个不飞呢 也很痛苦 你不飞他就冲 对 因为黑方没有任何补偿 对啊 黑方也没什么攻击力 这种棋呢 下久了 这个边兵老掉的 早晚摇 被红光吃掉 这个棋就是 我觉得这个兵是长距止入的 一旦冲下来都对你构成威胁 所以黑方 既然选择了居六平二 对 你这时候就一定要飞 他也是觉得啊 这时候对红方是个考验 就是说你冲 我白飞你 因为你打了 我这边有个切霜 他我估计可能是算到这儿 所以才先把具让开 切花深算 嗯 而实际上呢 再往下算一下的时候 就会发现 异常凶悍 对 红方有一个弃子 红方突然呢 这个弃子求功了 对 这个是红方 很过人的胆识 就在这儿表现出来了 12.3桌霜 一桌啊 就是他难道不怕这个切霜吗 他就不要了 这个切非常果敢一下的 吃掉 没有 他先飞 他先飞 他如果先吃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变化 嗯 这个变化呢 也是大同小一 红方依然有炮酒机 对 这个打太厉害 这个打姜 带姜 对 如果你这时候气冰 我就打过去了 那边也是 打过来 鞠双炮 三子龟边 这个切呢 要沉这两个炮 很难防守 你平炮 如果你平 他再走 这其实很难守 很难防守 你要是再平 红方依然平一桌 对 你这个炮没有好位置啊 如果搁在肋上啊 它底下一僵 这个你很难受 对 你回炮的话 他就再退G推二再一桌 对 或者呢 红方还有这个 你可以先 办法 手段太多了 先打着你 打到这儿了以后 他再这么打 你这个炮 这个G啊 还处在前 你在进炮的时候呢 他再讲 不给你编炮的机会 你再回事呢 这个炮 炮再讲 你再支持他 他带着江 就先生把你打掉了 不行啊 他提江 上将 G推二也很厉害 下不及要炮 G五 手段太多了 不行啊 总之呢 黑方由于这个 吃了一个子以后呢 这个G双炮 手段太多了 而且我们看 就是说红方三子归边以后 黑方只有一个 双炮在防守 又缺相 这种骑是很难守得住的 那他才下到这儿的时候 他一吃 他是先飞的 向三进武 对 向三进武 他先飞了一下 跟实战的结果呢 略有不同 这炮在这儿 这个炮在这边 总之呢 这个骑呢 黑方呢 是先飞的一招 那红方正好呢 他走得很强 他平开 这要沉底 平开如果你吃马 吃马啊 就是实战 退居呢 正好是下底炮 对 他左右要抽死 对 你来捉炮 他也是抽一浆 抽一浆 把这个鞭炮抽掉 就是 我说红方可以确保这个多项的这个优势 那黑方呢 硬着头皮就把这个马吃掉 那这个就是真的是毒药 你也得吃下去了 这时候 因为不吃呢 也意味着这个起药数 你不吃损失的又太多了 所以你只能把这个子儿先吃来再说 杀不杀的下看红方的本事了 那这时候红方下了一个拘酒精一号机 嗯 掌炮以后呢 要打这个中族是一个绝对先手 关键是没法防守 这区一步两步三步才能绕回去呢 太慢了 正所谓 黑方就是得死失先的 非常不错 那红方也平均 黑方呢 红方就是弃子夺势了 对 红方也是冰贵神速 他也来比走这个 走这个一样 走这个还是打 还是这个沉底 双下底炮 你就说夹居炮之类的招 全都出来了 这个中族送了呢 他还是打一样的 打也可以 对 太厉害了 所以说很无奈 黑方呢 只能绕居吧 刚才吃了一个子 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个子等于三仙 那现在吃了一个子之后 也得三四步才能绕回去 差不多了 一个子等于三仙呢 这个理念呢 是大致的一种价值 有的时候最主要就是看配合 主要看情况 就是说如果红方这个局面 那有时候两仙都要命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这个子跟仙呢 他不往仙等 刚才这个 郭老师给大家说的这个 说法呢 就是大致的一种核能价值 就是从起始的局面 或者说的开局不久的局面 一个子相当于三仙左右 那现在走到这个居三平二 他有一打 叫杀 对方出战 这个实在是太痛苦了 对 这个时候他也不能知识 知识的话 看有什么手段 知识呢 如果简单的呢 拘射进三一点也行 这先将来你也行 相军只能落实 然后局一点 下午期准备照这个炮 对 没解了 就说他至少就此 如果你退去跟上这个后炮 他也走这个 炮瓶四 叫杀 只能知识 他可以炮我腿一打 对 这个支撑炮就速度快 这个对于我们广大的爱好者来讲呢 多了解这些知识呢 迅速成杀 打局呢 你只能将 只能回事 这个跟实战最后的结果 对 差不多了 就很接近 他这么一扫把这炮吃回来 全都吃了 鸿蒙又多冰又多像 没办法 还有攻势 应该说也是盛势 这个棋下到这儿的时候 他一将 他一将他就进去了 他看到这个比较简单的 他只好进将 对 进将这个时候 红方下了一个这个 也是 助攻的好棋 他准备在试四季 我十二五平六 就铁门栓 看着这个红方 黑方的鸡就绕不回去 真着急 这个棋主要 黑方的子力太分散了 这个炮要能回回去 对 走上弹子炮 这鸡在捉到这儿 这还能弹子防守 因为这个马 可以将来当像 跟像子也差不太多 但问题是现在 这个炮转回不去 部数上怎么都回不去 如果你成炮 这个脱离防线 它就很简单 比如这一捉 就把你捉死 中间这一叫 或者它先叫 先叫就行了 先叫 你走这个 一捉再一捉 直接底线就 就把这一炮捉死了 黑方也看到这儿的走法了 他又不肯 这个炮 就这么 又白费地送回去 所以他先走这个 他希望把炮 去炮九瓶七 想炮七退三 然后弹子炮防守 红方又走了一抢手 他不让他回去 炮平三 这个走得也很好 这儿黑方就来不及了 因为你再平这个 它可以这么做 你这么一退 它有一个强行的切断 切断打了 反正也是战断 不是 它是你在停这个的时候 它就支持就行了 你再走这个的话 它刚好有一切 就是你打了 刚才这么切断 因为砍 总之红方的战优手段比较多 关键是没办法 这个炮在里边更好 没办法 巨双炮防守变成 下不如初战就是绝杀 变成炮防守 这个巨双炮 这个怎么守得住 刚好都不行 黑方无奈只能退居 实战当中 红方下了个炮五退一 炮五退一 原则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不够精确 红方最简单的 这里有一巧手 应该走炮三名五 这是双炮 打相 你只能回马 红方就是 巨向前一探 这就赢了 很简单 打将抽巨 你这个巨肯定丢了 不能下了 你躲了巨 我把炮飞了 简单上了 将来我还是知识初穿 然后将来双炮 黑方子弟也无法动化 将来中兵早晚巩过去以后 这肯定不行了 对 我们就不说他这个了 刚才下到这的时候 回去一桌 他下的是不够准确 炮五退一 黑方可能想把战线再顽强一点 拉长一点 还是把炮切了 再向五进去 这个棋应该说黑方也很危险 对 但是毕竟 毕竟还要红方下的准确 还有中学的这个机会 对 是这样 这肯定也是红方战线 肯定的 我们试验一个变好 假设你拱 有可能黑方几眼就把战线打了 然后吃 吃黑方这两泡在连上 对 你送吧 拱了不行 拱了巨九斤 抓双 它抛一片躲开 反正这个棋 就是黑方 还是有一线 谋合的机会 当然说 总体来说 红方也是机会比较多 这个棋感觉肯定是红方 下的准的话还是要赢 但是黑方还毕竟对红方有一些考验 对 所以他这个炮五退一是一个不够简明的一种一招 黑方错过了最后的一个机会 那么黑方走了一个巨二退一是吧 这儿红方去的机会 这个时候他就简单胜了 这个是应该说 黑方之后再也没有办法了 对 就是你假设再退 他初帅 这个也完了 他炮八退一 黑方就送炮了 那红方走炮完镜也就赢了 对 走这些都赢了 下部还初帅也是叫啥 那红方看到胜据一定 他直接就打了 炮我皮二 先把狮子得回来 对 这个也很从容 总之呢 黑方这个防御呢 也并不成功 反正按照大家的这儿就特别简单了 处理的 我们看红方 这个很简洁 一将 然后他先顺手先扬 因为这个锡呢 他两个炮很快 你出向也不行 出向他 一将一将 底下一将 这又将了 将来炮六退一退 以后炮二进一炮 一成平炮 炮六退一退 这个棋 也是绝杀 也基本上输了 不行 没有办法 没办法打了 我觉得 他退底炮 退底炮 那红方又早就好奇 他先走拘平三 空走 空走还是要走 空走要干什么呢 下部期硬下底炮 对 你再出将 他拘一将 炮平四就将死了 炮二黑方这个军的来不及通头 他只能先出一将 炮二红方抛再一将 对 他进一将 绝三平四 先平四 炮二把这个市就捉腿了 直接 他就打掉了 再打市 炮二连红方的物质上太雄厚了 齐边多了四个子 那么黑方看到大势已去 等于把这个市场都拆掉了 对 那么这盘棋最终以上海的特异大师完成这天获胜而告终 其实我们看一下这盘棋也是全局非常的精彩 尤其是万特大毅然决然的弃子这一段招法 弃子以后呢 这个狙装炮呢 对 运用的非常好 嗯 这个让黑方这个难遇防御 没错 这个黑方有居无处退啊 也是一个很精妙的一个一盘棋 那应该说项甲呢 还有剩下最后的四轮 对 呃 大家呢 也会继续关注 嗯 也希望大家呢 继续关注我们这个项甲 没错 朋友们再见 嗯 感谢各位持有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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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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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